好,各位朋友,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爱博汉语学习平台上的这一个板块,叫做教师培训,对吧?教师培训的一个板块,那这个板块呢,不是针对我们这个海外的汉语学习者的,不是针对汉语学生的。 这个板块我在近期才去重视,包括去做的,有几个方面的因素,第一个的话是跟一家学校合作,他的老师或者他要进行这个培训,他这个新招的老师需要进行培训,跟我进行合作, 那有这么一个,每个月有这么七天小班的一个课程,所以慢慢琢磨出来呢,这个课程的话呢,不断的完完善,那自己的话有时候的话也能够去接触到一些想从事的,我正在从事的这个汉语老师,那这个课程呢,是对他是有价值的。 就是说啊,然后自己呢,有一个一对一的知情,这样的,一个业务的一个设置啊,嗯,我们很多的一些客人设置跟大家分享一下,啊,包括,呃,一对一的,啊,这个有班课,是吧? 那VIP class,其实的话不是那种大直播的课,是我们已经录好的成体系的这种课程,其实这个课程的话,在我们,呃,我们爱博汉语学习平台,啊,包括我们社交媒体上,YouTube,Facebook,他其实他都是可以查看到的,免费的,啊,但是为什么付费,我要是设置那一个呢? 啊,他其实的话就是一个打赏吧,嗯,在打赏的话,你有特殊的,特殊的需求的话,我会回应你嘛,啊,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,有什么不懂的,你问我会回复,那如果说你免费进来学习的,啊,你想问我问题,我不会理你的,对吧? 我吃饱的,撑得来那么多时间,去一对一的去,去回应你消息,对吧?不会,那针对我们VIP class学习,我们会回复,那仅仅是这样。 啊,但我们在官网上,为什么还会有这么一个业务的一个设置呢?啊,因为偶尔是能够有一些人,比较慷慨一点的,对吧?他社会这个支付的,啊,偶尔有单子,而且这也确实是有价值的,包括这个,呃,教师培训的一个课程。 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,啊,有不停的在分享,关于教师方面的一些,啊,这个分享,啊,其实都有,啊,包括这个营销性思路,对吧?分享邀请用户体验,啊,在做市场方面的一些分享,啊,那我们在这个,啊,在分享这里,那就非常,非常全了。 嗯,那在这个,呃,行业心得上面,对吧? 你看有,呃,汉语教学市场的开发,海外是叫媒体运用,呃,汉语教育权生态和卢俄生存,啊,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软件,教育的思想,那教学的感悟呢?呃,有什么?呃,语法方面的,对吧? 呃,语法教学,遇到的汉语学人情况,我有什么东西都分享,都会在集中到这里来,对吧?包括一些仓,自己做这个汉语教学工作室,等等,啊,工具的一些使用,嗯,都有在这里分享哈,而且比较多,哈哈,啊,但为什么还会设置这种课程呢? 有些人的话呢?你可以进来看呢?对吧?但是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,需要真理的去,呃,去这个解决,对吧?要节省你的时间,你要节省你的这个,呃,经历的这种,呃,不断的试错这种成本呢?啊,你需要节省这些东西的话呢?啊,你要在,你再来问我,我为什么,我为什么,啊,虽然说不是每时每刻正忙,我们不忙的时候能不能休息啊? 对吧?所以我为什么回答你这种问题呢?对不对?啊,所以呢,有时候的话,设置这种东西,呃,一定程度上,一是它有价值,第二的话呢,呃,它是一种,就是靠别人打赏,啊,不是一个你能够长期去做的,不是长期能够去做的,能够立得住脚的这种商业模式啊,所以我们业务上面有,呃,有分轻重啊,我们真正发精力, 核心在做的就是一对一的课程,这个是,替代不了,是学生也好,看一个视频,其他的学习方是替代不了的,一对一教学,啊,对语言教育来讲,它是什么呢? 它是有它特殊的价值的,这个是可以一直做下去,那教学的内容也好,啊,课堂氛围也好,啊,是根据学生需要去调整,啊,但是这种模式有它特殊的价值,啊,所以呢,这个是能够长期立得住脚,可以一直往下做的,其他的模式啊, 哎,什么大的班,啊,你一个学生付一点点钱,哇,一个班我会赚好多钱,想得美,对吧? 效果没什么,语言教育,尤其是语言教育,这种班课,基本上很难去互动起来,啊,效果不好,啊,人家不如看一个视频,对不对? 那谈到视频,你录的前套的视频,我不管别人愿意办公开免费的分享,啊,就有人在那里面公开免费的分享,比如说我,对不对? 需要付费吗?对不对?啊,网上的资源,除了我,还有很多,啊,你靠一个,啊,录好的视频,啊,一劳永逸,录好了,我就卖钱吧,啊,你想的美,但有些人呢,也不要慷慨一点,觉得你这个录的也还可以, 哎,付点钱给你,就是这么一个逻辑,都是长期做不了的,嗯,呃,关于教师培训的课程呢,呃,国内的话,这半年来的吧,呃,包括这一两年来,国内的教育圈的话,都产生了一些变化,尤其是最近的双减,之前的话,对校外培训的机构都有出过一些限制的政策,那这是双减, 包括以后可能会,一定会的,啊,因为他的一种,为了教育的公平呢,包括,呃,这种长期积累的教,呃,义务教育阶段,中小学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,一定会着手去成改,啊,你可以参照这个,呃,西方一些国家, 他们中小学的这种,这种氛围,啊,呃,校外市场培训的这种情况,哎,你会发现慢慢的,中国的这种中小学的教育阶段的话,也会趋近,趋近,那中国国情会不一样,对吧,啊,这个很多,你,啊,资源,啊,人多资源,啊,之间的这种矛盾,啊, 啊,但多多少少都会往那边靠,这里面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,这我们就不讲了,但是大家有,作为一个老师,如果是校外培训的老师,一定要有一种,某种,啊,这种,哎,长远之律,啊,对吧,啊,要有远律,嗯, 嗯,那之后的话,呃,这个校外培训是怎么去调整的,心里要有个数,所以呢,的话呢,近期包括参加我,呃,这个汉影培训的老师,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,啊,多学习不是坏事,啊,会买我的这种,呃,这个课程几百块钱嘛,对吧,然后的话,做一个了解,啊,进了学习,那做一个技能以后的话, 至少会储备的,或者现在着手去做,啊,在一定阶段的话,这个课程还是存在他,哎,他的一个价值的,但这个东西做不长久的,对吧,啊,你像我这个东西,很多东西都,都公开免费出去啦,对吧,录好视频,啊,你去看吧,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,啊,人气,啊,就很多时候的话,我希望有接触到非常优秀的汉语老师,你优秀,我们一起就有, 有存在一起做的这种机会,如果我身边有几个非常优秀的,汉语老师会非常好,啊,我交不过来,你交,你交不过来,我交,相互合作,包括目前认识的几位汉语老师,甚至还有国外的,啊,都有存在这种合作, 所以我希望有非常好的汉语老师,他自己的话能够独立做起来,嗯,很多很多老师指是什么呢,啊,哎呀,这个交也交,不是说,啊,我承认你可能交得很好,但你就是交交,完全不懂怎么去,啊,去做自己的个人教学品牌,没有经验,啊, 啊,不知道怎么去开发,这个国外汉语学生,对国外市场,啊,不了解,啊,国外的媒体也不用,啊,Facebook,啊,我没有,我不太用,啊,我这个,啊,机构的话,有提问老师不需要担心声援的问题,啊,不需要担心声援的问题,你在这干什么呢,对吧,啊, 啊,这个,就是你在回应我这个,这个话而已,你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嘛,对吧,啊,啊,所以呢,呃,这个,我的这种业务的设置,这里,呃,我自己心里清楚,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,啊,有它的价值,对吧,你可以看我这些免费的东西,对吧,那你要针对性的解决一些问题,啊,一些疑问,那对我付过费的这种教师的学员, 我自然都很耐心的去跟你去解决这个问题,对吧,啊,那你不想付费也可以,啊,无所谓,你如果自己能够做起来,对吧,呃,你做的,呃,哪怕说对标的,就是我能够有对标的汉语老师,我能向你学习,我都很开心,你做呀,你做起来,对不对,啊,呃,这都是,啊,竞争也好,合作也好,都是非常有利的,啊, 所以我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,啊,呃,这里谈到的就是这种,呃,业务的这种设置,谈到这个,不管是教师,还是说海外学生,这几种模式啊,呃,这里呢,插入,插入进来呢,跟大家去讲一下,啊,会大家有启发, 啊,因为我之前去开始做的时候,因为你不了解,你去做,你都是自己,在那里瞎想,这自己也找过很多路,很多歪路,对吧,没有作用,吧,最近最近一年,才说集中精力,最做一对一,才做起来了,就你方向对了,你就发现自己什么,开始忙起来了,那之前的话都是什么,瞎搞,包括跨境支付,之前不懂, 这种,找了很多歪路,对吧,啊,忙来忙去,不知道还没解决问题,现在,哎,各种各方面,支付的问题,市场的问题,业务设置的问题,啊,等等,包括这种,啊,我们做平台,做学习平台,做网站,啊,都有,都有经验了,啊,之前的话,都是一路摸索,这个值不足机, 那你打赏一下,对吧,说你不值得,啊,那就那就OK,没关系,对吧,啊,好,啊,那这个,呃,教师,呃,培训呢,这个,呃,你像我放置的一些东西啊,都是跟他分享出去接触的,那包括英语的学习,我放的是BBC英语学习,这个网站在这里,啊,我自己的话,学习英语的话呢,啊,也是这个,在这个网站里学习吧,啊,挺好的, 的一个网站,那我自己的话,有,啊,这种,这个,这里的地方的话,是作为,就我们作为一个汉语老师,啊,这个汉语老师,啊,嗯,我比较喜欢的是,因为他在一直的在,会督促我去学习,然后之前讲到这个,呃,有些,呃,业务,啊,他不可能说一长期就存在的,行不通的,但有一些东西的话,是一直能够什么,不停的玩,呃,积累,啊,去学习,看的时候比较少,嗯, 嗯,好,嗯,那能够一直长期稳定做下去的,一定是一对一,只有一对一了,啊,一对一的话,我也自己也有,会有自己的一个悠患意识的,哈,一对一,有自己悠患意识,一对一的课程,它的内容,教学,它怎样才会适应不断的一个发展,啊,发展,啊, 啊,你就肯定现在,起码的要求来讲,肯定不是这种什么,呃,很枯燥的,很无聊的,照片宣课在那里讲,特别,它一定是有很多的,诶,语言,语言教育一定是交流互动,对吧,啊,甚至情感,监督,啊,啊, 那跟学生的那种关系,啊,甚至是说我汉语学习,啊,因为汉语还挺有意思的,啊,我也学习,啊,就跟这个汉语老师吧,学习,啊,一节课,发个这个几十块钱,对吧, 包括这个定价啊,也是很有学问的,啊,那有些定的很高,有些定的,啊,又不太认可,啊,怎么怎么定一个价格会比较好,啊,很多时候不是我决定的,啊,是学生或者说他,他当立国家国境决定的,啊,这个先不讲了,啊,呃,我觉得花这个钱还挺有意思的,啊,有时候去去吃个东西喝杯奶茶,对吧, 看个电影,哎,在这里也挺好啊,在这里,啊,跟老师聊聊天,娱乐一下又能学习,这种因素的话在以后会越来越多,那你的一个教学风格怎么去调整,啊,你的教学内容又怎么能够吸引他,这个的话呢,哎,我是会一直督促自己去学习,看书,看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,思想,智慧,语言, 语言的话,它是一个工具,你要传递给学生们很多很多的东西,啊,只有这个内容,它是什么能够吸引人的,啊,所以一个汉语老师,你的一个阅历,学识,很重要,他不单单是交个你好,嘿,哈喽,你好,啊,很高兴认识你,吃饭了吗? 这些简单的这种纯粹的这种工具,语言工具是不需要你来教的,啊,也不需要你去教语法这种东西,啊,但不是重点,那整个一个一对一的课堂,他怎么去,啊,去,啊,这个设置调整,啊,这也是教学,啊, 我们汉语老师要主动去做了一个事情,啊,很多方面,啊,一对一课堂上面,啊,的一些东西,啊,或是一讲就能讲清楚,啊,大家可以到这个分享里面去了解一下,好吧,啊,那当然谈到这个,刚才谈到这个书籍的推荐,对吧,啊,所以我自己当然会看到一些书,啊,不一定跟, 教汉语,教汉语有关系,啊,但是挺好的一些书,啊,我自己会看一本书,啊,结果看,能看,现在能看书,有时间看书很少了,对吧,但是不管说以前看过的,拿出来再翻几,也有点感触,可能会录一个视频,大家分享一下,就我们做,做汉语老师这种心态啊,啊,对吧,包括我们是说,呃,这个市场的,关于市场,你销了一些书,啊,比如说,这个, 增长黑客,啊,对吧,啊,这个流量池等等,啊,市场方面的,也可能会有一些感触,都跟他分享,啊,我,啊,挺无聊的一个人,啊,有时候,啊,如果视频,啊,就发一下,挺好,啊,这个有种虚荣性能够满足,对吧,啊,这个的话,这里是对外汉语教室交流,这是我链接到的一个Facebook里面,一个群呢,那之后的话,我这里的话呢, 会公开,会允许大家在这里去,把它做成一个论坛,一个形式的东西,啊,嗯,那这个呢,是一个bilibili的,啊,我的一个,呃,就是一些视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,啊,我会以后的话,发布视频呢,都会集中到这里,在对外汉语教室内心分享,科技,啊,会不断的更新,那这里已经根基了好多个了,对吧, 你更新了好多个,啊,大多个也去看了,啊,对吧,嗯,好,各位朋友,嗯,这个,啊,那七天小班的课程,啊,它是一对五的,其实这个很难组织,啊,那除非的话是,呃,这个,海外或国内的汉语机构的话,有需要有合作的话,会选择这样的一个,嗯,那价格上的话,如果是一下子能够, 啊,请组成这个班,那价格上也是可以商量,那更多的话是这个,啊,这个一对一的一个咨询,那七次课每次45分钟,啊,会这个,嗯,啊,九十三美机吗,六十六百,五百九十九块钱的,差不多,是吧,然后这个的话呢,就是一对一,啊,大家预好时间,啊,四五分钟每一次, 针对性的解决你的一些问题,那也可以留几节课,然后在这个教学时间过程中,有什么问题在,在约一个课再,再去讲,啊,啊,啊,课程方面的话,啊,这个还是,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,所以我还最近,至少说最近半年,还会比较重视这个课程,啊,啊,再过半年的话,肯定这个就是非常完善,啊,分享的内容,免费视频都会非常完善,那这个的话,基本上就不会说, 嗯,不会说这个,嗯,不会说这个,嗯,周中去,去配这个课程了,没用了,啊,嗯,不经历不会放在这里,啊,那这个的话,课程内容,你像教学技能方面的,啊,你的市场,啊,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,啊,媒体的这种使用,对吧,嗯,支付方面的,啊,也学生沟通技巧方面的,其实这个,啊, 这个综合啊,还有从我这个教学的一个课程体系来讲,因为老师他具备的一些能力的话,是比较综合的,啊,啊,官汇交,啊,其实这个还不是太难,啊,官汇交,当然一些注意点呢,给你,让你知道了,对吧,你去这个课堂的一个调整好,是不会差的,啊,但你如果是不懂市场,啊,不懂拓展的这一部分,啊,你算是断了一条, 一条腿的一个老师,啊,残缺的一个老师,啊,嗯,好,嗯,最后吧,还是希望说有更多更好的优秀的老师,啊,哎,我们相互认识,啊,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市场,啊,是非常是我所希望的,嗯,好,啊,这里呢,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。 。 。